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 非常抽象 这个章节之后 我会立刻的把后面 好像第17章热力学 直接拉过来 因为我觉得这两章节 是非常相关的 我希望在各位 谈完热学之后 我们立刻的 拉进来热力学 我们可以有一个 整体的一个好的图像 在那之后 我会立刻的再把另外第18章的样子 电话学 拉进来 电话学 我在前面说过 各位 有某程度了解 我的focus将会是 它跟热力学之间的关系 好 这个章节它是抽象 我必须提醒各位 尤其着重在逻辑的导演 所以有些东西你要非常很仔细的去听 不然你很容易miss掉 你一miss掉 你有时候一些观念转过来 所以有些人说热力学其实它必须要听两遍才能够听懂 有人这样讲 很幸运我们会有一些录影放在网上面你可以去听 那我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版书的热力学在网上 内容差不多 你可以真的没听懂的话 你可以上去听 alright 有人说 跟靖姆说 那量力学要听四遍 他才可以听得懂 ok 不过我们量力学不会讲那么难 所以maybe ok alright 热力学 当然很重要的 它的主角是谁 就是能量energy 所以现在在这个开头 我希望能够了解一下各位对于能量的想法是什么 可不可以有同学主动来愿意告诉我 你对能量的定义是什么 能量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有个什么想法 不见你一定要对 有谁愿意主动告诉我们 你觉得能量是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 你当然知道我要 随便抓一个人来问 ok 能量可以做工 不错的想法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能量是什么 能量 怎么样 能量 你觉得能量是什么 什么是能量 能量 你需要付出一个力 然后来 你需要付出一个力 然后来 来做点事 对 就刚刚的同学说的 要做工 so 你同意吗 你觉得他讲得很好吗 没有很好 我喜欢这样 所以你要怎么样修饰 你竟然觉得他讲得不够好 所以就有可以再加进去的一些想法 应该可以吧 你不能只能这样讲 这样太虚了吗 就是 做工嘛 那这样好 我换一个方式来问你 好 你有多少能量 你有多少能量 这要怎么算啊 就是你很难算 对不对 你不知道你有多少能量 那这样讲 你不太同意他 你能量比他高 还比较低 高 你看 对 他毫不犹豫 他就说他比较高 alright 好 so 能量 不是那么容易讲 你讲的心都有点虚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能量 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 一个定义是这样子 课本上去写了 它是一种capacity capacity 什么样的capacity 刚刚同学已经说过 去做工的一种capacity 但是我们等了半天 其实大家没有特别说出来 它还有一个 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produce heat 去做工或者是产生热 OK 是一种能力 是一种能力 capacity 所以我其实觉得 我们中文对于energy的翻译 其实是太棒 短短两个字 能量 一种能力 的那个量 什么样的能力 做工 跟产生热的能力 但是我们刚刚也看到一个特质 对不对 能量 那你有多少能量 很难回答出来 我有多少能量 我也说不出来 对不对 OK 这很重要 这不见得一定很重要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的工跟我们的热 对不对 那才是对我们有用的 尤其今天我去工学院的同学 对不对 OK 所以是这个能量的差 是一个我们可以掌握的 刚刚同学轻易就说出来 他比另外那个同学 能量高 很抱歉 我对他坐在他前面的同学 我没有给他反驳的机会 我相信他一定不能够同意 他一定觉得他的能量比较高一点 下课以后再去算账 OK 好 我们对 我们另外我们对能量 我们还有一个了解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律 所谓能量守恒 The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守恒 简单的讲中文 能量 它是可以被转换的 可以被转换 变成各种不同的形式 有的有用 有的没用 但是我们都理解 这世界所以能够还存在在这里 就是因为 它的total 是一个concept 能量是要守恒 它不会变多 不会变少 如果它会变少的话 我们今天不会存在 对不对 早就没有 大家都不懂 死光光 如果能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们早就爆掉了 对不对 还会等到现在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东西 能量是必须要守恒的 不可能变多 不可能变少 这是在热力学上面 非常重要的 一个定律 能量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动力 动力 Channic Energy 动能 动能是很容易描述 很容易掌握 二分之一mv平方 抱歉 这个时候我们数据再改回用v 在那个晋体动力论里面 我不晓得 为什么大家都用u来写 好 不过那个反正不是最最重要 OK 好 所以动能很容易掌握 二分之一的mv平方 来自于运动 motion 真正困难的地方 在于胃能 potential energy 未来我会用pe potential energy 来表达 potential energy怎么来的 它来自于各位很清楚的胃 中文翻译胃能 胃脂 但是 胃能这个中文 它的翻译就不是说那么的理想 其实我觉得potential energy把它翻译成为一种潜能 可能是比较忠实一点 它不仅仅是因为位置的关系 大家知道水高低会有一些位能 这个能量是可以转换的 对不对 好 大家看清楚的位置造成的一个能量差异 但是很重要对于化学家而言 composition 组成 composition 化学 化学键 里面储存了一些 化学的能量是可以被转换 还有核能 如果有核的变化 那还有核能可以释放等等 各种各样的 potential的energy 不是kinetic energy那么简单 有一些attraction的力量 一些我们刚刚提到attraction 对不对 其实也有一些排斥的力量 repulsion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位能力 可以提出来 这是它难以去精确的计算 你绝对绝对的数值到底是多少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 这是主要 kinetic energy跟potential energy 用那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 传递一个重要的概念 如果今天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A放这个台子上面 活动的台子 B球 质量一模一样 长一模一样 一个标签 好不好 好 突然一下我把这个 活板拉开 A弹量掉下来 撞到B 绷着一下B弹上来 OK 好 但是各位也很清楚了解说 它不是一个弹性能碰撞 它有摩擦力等等 B是不会被弹到这个地方来的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义物理模型 大家清楚知道说 明显的这些 这都不动的 都没动的 这是一开始 这是末了 当然没动的 但是potential energy改变了 A的potential energy改变了 B的potential energy改变了 那A是降低的 B是增加了 B是增加了 你可以把这个台子抬高一点点 到了最后你A还是会跑到这里 B抬高了一点点 对于A而言它没有改变 对不对 就是我所谓的没有改变 就是说它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 那个差异还是一样 OK 但是整个路径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不论如何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不仅仅是看它的这个 位置的能量 它的potential energy difference 你还有frictional energy 牵涉在里面 一些不必要一些热能释放的DIL OK 但是你把所有这些 energy total加起来的话 我们知道 这个能量守恒告诉我们说 total energy不可能有所改变 OK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透过宫跟热 能量产生了一些转换 energy的transfer 我们看到这件重要的事情 我们有宫的发生 什么是宫 是一个力量 各位在过去说 学过的 在物理里面学过的 一个力量 执行在一个物体上面 然后把它推动 有一个距离的改变 它知道f乘上s 对不对 f力量乘上s距离 所以在前面这一个例子里面 那b被a推动了 这个a对b做了公 OK 所以有公的发生 另外我们要注意到 能量它的一个特性 就是对于a而言 我刚刚说过 我可以把这个台子抬高一点 但是不论如何 b即使改变了状态 但对a而言 它掉下来把b弹走 它到了最后 它永远到这里 好 对a而言 做了不同的事情 但是它永远 它的变化就是那样 所以对于a而言 不同的路径 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路径 然后从这个状态 变成到这个状态 你会有不同的热跟公发生 但是就这个状态而言 开始跟末了 永远就是如此 没有改变 这个改变 a的potential energy的difference 永远是相同的 所以非常重要的 我们说能量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绝对数字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承认 可以接受 就是说它是一个 所以概念很重要 是一个所谓的state function 是一个状态的函数 它应该是对于 这一个状态的一种描述 它是跟它如何进入这个状态 没有关系 其他一些参数 我们在上章节 我们提到的 这些温度 这些pressure 这些volume 也都是对于一个特定的状态 的一种描述 跟你如何的 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温度 有这样子的体积 有这样子的pressure 是没有关系的 跟它路径没有关系的 这都是对于状态的一种描述 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 要搞很清楚 什么叫做state function 但是功和热是状态的函数吗 不是 你同样的一种状态的变化 里面可以牵涉到有不同的热 或者不同的功 决定于什么 功和热决定于什么 决定于它是怎么过来了 什么样的路径 你今天每天回家 到了最后 你永远到了家里面 你在台大 你终究一天的末了 你在家里面 但是你这中间 你可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OK 就有点像这样 你有各种不同的功 各种的热 OK 但是最后那个状态 你还是跑到家里面去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state function 所以he跟work 热跟功 是决定于path 是一个path dependent process OK 他们不是not state function 他们不是状态函数 在这个章节给你的头影片 我开始涂掉一些字了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OK 好 那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 从一个state到另外一个state 那它可以经过不同的路径 它可以走不同的路径 好 我们是化学的课程 所以我们当然一定要把这一个化学能量 搬出来稍微了解一下 OK 好 这是一个 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化学反应 甲烷的燃烧 可以给提供我们能量 对不对 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放热的 对不对 produce heat 那它这个平衡方式是 这边看到一个当量跟两个当量的氧 所有的碳变成二氧化碳 所有的氢变成水气 好 正是这样写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你产生了一个化学变化 道尔顿的原子学说告诉我们 化学变化做到的事情是 改变了这些原子结合的方式 OK So 很明显的这些结合的方式里面所存在的 这些potential energy 在某种程度它一定释放出来了 所以才会有一个热跑出来 对不对 好 就是这个存在 储存在这个chemical bonds 里面potential energy 被释放到的环境里面 surrounded 环境里面 来 好 要记得这个字 放热的英文名词 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 叫做exothermic exo 有朝外的意思 exo thermal 有热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exothermic 放热 所以这个字应该很容易记得 exo 这个字在很多的未来各位学的科学里面 大家常会用到 都有一个放出去的意思 exo 在外面 exothermic 好不好 放热 化学家喜欢用图表来表达一些概念 这个式子另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是如果我们用一个energy的diagram 来表达的话 它的重重是energy 能量 那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是一个放热的话 那势必 一开始的甲烷跟一个当量的甲烷跟两个当量 或者一摩尔的甲烷跟两摩尔的氧气的能量一定是比二氧化碳一个摩尔的二氧化碳跟两摩尔的水蒸汽的能量要来的高 这点是绝对确定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绝对的数值 我们可以随便的把我开始的这一个起始物随便定一个位置 虽然我不知道它的绝对位置是多少 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往下拉这么多 我就可以划另外一条线 它就将会是氧化碳跟水的能量位置 也就是说透过实验它告诉了我们它跟它之间的能量差异 能量的差异是可以透过实验取得的 虽然我们刚刚都可以同意绝对的数值我不知道 但是透过实验我可以知道它们相对的差异 谁比较稳定 谁比较不稳定 这对于化学而言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是这样的一个式子里面 它可以告诉我们 好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对于植物而言 蛋肥很重要 我们以前说过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蛋的这些反应 蛋也会燃烧 蛋跟氧作用变成两倍的Nitrogen Oxide 但是它是一个吸热反应 它是一个吸热 不是放热 不是所有的氧化反应都一定放热 所有的燃烧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燃烧 这要看你燃烧成什么 如果燃烧只是变成NO的话 它是一个吸热反应 好 沿用刚刚的概念 那如果我随便的把N2跟O2的位置 在这个potential energy的尺度上面 我定在这里的话 往上推这么多 因为它是吸热的 我就可以知道两倍的NO 它的potential energy的位置在哪里 抱歉我刚刚我没有把它统一 刚刚是energy 这地方用potential energy It's ok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于我们要传输的概念而言 好所以这个地方的potential energy 的difference OK 就反映它们之间的能量的差异 好 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 energy流进到了这个体系里面 这个heat 流到这个体系里面 把它转成为两倍的NO 这是一种吸热的反应 可是另外一个各位必须要记得的名词 它叫做endothermic 吸热 endo是进来的意思 endo 这个字我觉得endo蛮容易记得 因为它有一点 让我会想到enter这个字 endothermic reaction exothermic endothermic 各位外来看到这个字 应该很熟悉 知道它是什么 好 所以 对于反应热的凉度 它是很重要 它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对的 这些物质的 稳定的 稳定性的一些凉度 好 不是嘴巴上讲说我能量比它高 那你要证明给我看 你什么地方能量比我高呢 好 热学跟热力学是息息相关的 热学其实只是凉度热的变化而已 但是热力学是比较复杂一点 它研究的是这个能量跟它的一些相互转换 OK 它涵盖的一个范围是比较大的 它问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一个反应它会进行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OK 它会完全的进行完 还是说只会走到某个程度 就停下来呢 这是化学家很有兴趣的问题 有多少的能量会被释放出来 或者被消耗呢 我们对于这热是很有兴趣 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潜藏的一些现象 好 热力学里面 有 知道我们会学三个重要的定律 其中最重要 你看我把它标红了 最重要的第一个定律 我不敢讲说它最重要 我不应该说它最重要 就是第一个 热学第一定律 就是 能量 守恒 所以未来 有人问你 热力学第一定律 什么 说不出来 那 我跟你讲 你就惨了 同时 我会觉得很丢脸 你不要跟他讲说 你的普话是我教的 OK 热力学第一定律 各位不要忘了 能量是守恒的 好 现在有了一个概率了解以后 能量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跟化学之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某一个特定的能量 我们称它叫做internal energy 我们用1来代表 Internal energy 1 我们要定义一下 这个internal energy 那 我们认为 这个 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energy的定义 这是我们称它为 我们给它特定的名字 internal energy 就是说 我们刚刚 延续我们刚刚所谈的 就是potential energy 跟kinetic energy的一盒 OK 好 但是 固然 kinetic energy是很容易 良度 但是potential energy 是一个最困难去掌握的东西 它跟很多很多的东西是相关的 但是我们刚刚 所做的一些叙述 一些论述 告诉我们说 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的 就是它改变是可以量度的 对不对 什么量度 它produce the heat 跟它去做的工 这是可以量度的 所以 固然我不知道 E absolute value 绝对值是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 能量的变化 Delta E 或者说 internal energy的变化 一定是反映在 heat 跟work上面 好不好 我们用q代表heat 用w代表work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对于 internal energy的一种 某个程度上的一种定义 OK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好 就是从这个potential energy 跟kinetic energy 上面的difference OK 它会以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表达出来 表现出来 好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谈一下 规范一下 我们对于 热 以及功的正负符号的定义 因为各位知道 我们有所谓的吸热 我们有所谓的放热 那 这势必牵涉到一个 一个正负符号的规范 好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提醒各位 可能你在物理课的时候 所学到的q跟w的 这一个符号的定义 是有点不一样的 不影响到 我们最后得到了一些结论 好 我们化学家是喜欢 站在系统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 好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一个热 如果是 对于系统而言 它是吸的 吸的热 系统的能量会怎么样 一定上升 对不对 OK 所以站在系统的例子 理想上 这好像是赚钱的生意 很棒 OK 那这就是正的 它会增加 我们这个system的energy 而释放出来 从系统里面放出能量 我就亏了 我能量其实下降 OK 好 我的energy降低 也因此 吸热 endothermic reaction 我们化学家定它为 是一个正的Q 而放热 降低我能量 那是对我是一个负数 是一个minus 是一个minus 好 这是站在system 不要忘了 OK 我们Q 吸热是正 放热是负 功 也仍然如此 如果是系统所做的 done by the system 它就会是一个negative 数值 对不对 我系统做功了 done by the system 我system去做了功 那一定用到自己的能量 我的能量 做完这个功 会下降 所以这样子的功 我们一定是定义它是一个负值 OK 那如果是外界 反过来外界对我做功 外界对我做功 实际上我的能量 反过来会被提升 我的能量提升 对我而言 这种功就是一种正的功 好 尤其是对于这个功 我们必须要拿一个model 来说明一下 想像这个地方有一个ideal gas 那 它的外界 有一个p 这是一个活 活门 可以活动 那压力 你知道它这个定义就是力 去除上面积 我们其实来看那个 气体动力模型 我概略提到 好 那如果今天你做了一个expansion 做了一个膨胀 against一个p 做了一个expansion 比如说你可能你给它一些热 所以它要膨胀 那它跑了这一个delta h 这样的一个距离 expand这么多 OK 那我们的work 如果不管它的这一个正负符号的话 它的绝对数值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就是力去乘上一个距离 对不对 那也就是f 这f在这地方 压力就是有力量 f去乘上这个距离 距离就是一个delta h ok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这个f跟p之间的关系 是p等于f除上a 所以f就等于a乘上p 对不对 f等于pa 把这个pa带进来 所以你的work 很简单的p 把它带进来 就乘上a 乘上delta h a是什么 a是这个面积 我是从侧面 捧面图对不对 a的面积去乘上一个delta h 那就是这一块它膨胀出来的这一块的体积 不是吗 所以我现在a去乘上一个delta h 就是一个delta d 所以这个work就可以用p乘上delta d来表达 对于这个理想气体而言 ok好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我们要定义work 如果是他自己所做的 应该是一个negative的work right 刚刚那个model 气体的膨胀 它膨胀的时候要反对着外界的一个p的压力 把它推出去对不对 它做了功了 所以这样计算出来的功必须是一个负值 按照我们的定义 这是我们人为的定义 ok p 刚刚的功的绝对数值 应该是pdelta v的绝对数值 我们来看看delta v delta v在数学上面 我们如何去定义它 我们一定是 我们永远对于一个变化 一定是末了去减掉开头 没有人会拿开头减掉末了 对不对 我们的变化一定是末了的去减掉开头的 这绝对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所谓的delta的定义 刚刚那个case 体积是变大还变小 变大 对不对 它的末了变大 它的开头比较小 所以 它的delta v是正还是负 它一定是正 ok 所以呢 我把那个绝对值符号拿出来 刚刚那个体系p乘上delta v p不可能是负的 p一定是正的 delta v也是正的 它出来是正的 怎么办 所以呢 很简单 我们就加上一个负 这是我刚刚口头上说明的 delta v的定义一定是 final去减掉initial 我说过在这个地方有一些逻辑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好 它的定义一定是如此的 那你的 这刚刚的例子 你的final一定是大于initial 但你的delta v是positive 对于expansion 我们刚刚是expansion 对不对 是膨胀 so 我们 为了要让w的符号 符合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定义呢 我们就必须要 这样define我的work pt work 要这样define是 等于负的pdelta v 你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加上一个负值 你才会让最后它是一个合理的 符合我的这个看法 好吗 所以这只是一个数学定义而已 好 因此 如果是反过来是一个压缩 环境对体系做工 我的工要提升 因为我是压缩 我的delta v 会是负的 因为我的final比较小 减掉比较大的initial 是一个负的数值 但是因为我前面有一个负 负负的证 没错 按照这个定义 我们就可以 是一个positive work ok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实际上是真的很简单 我们一个气球 我们不去考虑气球本身的张力 好不好 理想有一个问题 它一开始的体积这么多 L liter 升 你给它热 它有膨胀 给了多少热 1.3乘18次方 这个实验可以量度 然后体积也可以量度 变成了4.5乘16次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delta v 它要against 什么样的压力 一个atm ok 那 所以against against 所以它要做工 它要做一个复工 请问能量的变化是多少 能量变化反映于Q跟W 你已经到Q 吸热放热 吸热endothermic 对不对 数字是这么多 吸热是正的 对不对 好 所以Q是正的1.3乘18次方 交尔 关键在于work是多少 work是负的p乘到delta v p数到1.0atm 一大气压 取两位 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的difference 三位减三位 不过因为是加减 对不对 到最后剩下两位 0.50 两位乘16次方 这是它的delta v ok 它大于它 虽然是正的 但是前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这是负的 这一乘出来 这是负的5.0乘15次方 atm l ok 升atm 前面我们提到r 理想机体的那个常数r 8.31 对不对 那是jowl 但是各位贝国另外一个数字 0.082 0.082 0.082 差异大概是100 左右 ok 那就变成升乘上atm pv 对不对 p用atm v 是升 你也可以用量子的一个单位 这其实也是一个能量单位 好 所以一个atm 从上一个liter 精确一点 10 1.3 jowl ok so 所以你可以 应该可以轻易的转换 如果不记得的话 我都没给你的话 你其实可以 很简单的换算一下 好吗 0.082 跟8.31 你可以搞出来这个1.01 1.3 这个地方是取了4位 不要让这种单位的换算 变成是 你的不准度的来源 好 so 乘上的数值 把这个单位做一点转换 这是各位必须要的能力好吗 变成-5.1乘10的7次方交2 so deltaE等Q加W ok Q知道了 W知道了 大家知道deltaE是什么 对不对 好 好 这两个东西合在一块 你发现 deltaE是 正 我的能量上升 8乘10的7次方交2 在这个问题里面 好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练习 并不是很困难的 好 我们再来介绍另外一个 新的能量参数叫 enthropy 叫韩 以及一个 以及这个所谓的 热血 calorimetry 两卡 两卡的这个 这个技术 ok 好 让我们来定义另外一个新的能量 叫做enthropy 我们再回到这个模型 理想气底模型 好 好 我们知道 今天 同样的理想气底在这里我都蓝写了 这个地方有压力外界的压力 好吗 外界压力 不是里面的气底压力 当然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 如果没有卡榫在这个地方不动的话 代表里面的压力跟外面的压力是一样的 ok 好 那现在 它原来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如果把温度降低 就是把能量从这里拿出来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的体积要变小 对不对 ok 那 这 就说 压力保持不变的话 体积要变小 那 不可避免的 这个火板就要往内 锁 所以外界对它做了功了 ok 再度的deltaE的变化 internal energy的变化是Q加W W是负的P deltaV 所以我们可以改写成为deltaE等Q-PdeltaV 我们暂时停在这个地方 下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定义anthropy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 引入 这一个重要的所谓的anthropy 也就叫做韩的 这一个参数 它是怎么来的 以及它的意义何在 让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模型来 企图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末 我上回已经说明过 所以在这里 我只是把这个图 仍然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各位 还有一点点 印象在 这个里面 框住的是 比如说易莫尔的理想气体 理想气体 没有什么结果的问题 在这个地方只有动能 没有什么未能的问题 就一颗一颗的 来这样想像 然后有一个外界的压力在这个地方 那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很明显的 可以看出来 它做了一个压缩 它做了一个公 我们上回提到公的定义是 负的p去乘上 就是 我们做了一点导正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公 对于这个气体的压缩而言 它就等于负的p delta v 那这是一个压缩 它 呃这个地方 呃 末了的 体积是 小于 开始的体积的 所以这个delta v 将会是一个负值 因为你 一个delta的 意义永远是 末了的去剪掉开头的 所以这个delta v 是负的 所以负负的正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 压缩的状况 系统是做了一个正宫的 啊 我们对于公的正负 也做了一番讨论 完全站在 发学家啊 站在 系统的体系 他对外做工 呃 消耗掉能量 能量降低 是一种负值 而这是环境对他 外界啊 这个p是外界的p 对他做的工 这种工 啊 做下去 他的 能量提升 所以呢 是一种正宫 啊 而 宫 是能量的一种表现 能量所表现出来的 还有q 啊 热 啊 如同我们刚刚所提醒的 热的定义 也是站在系统的角度 如果 是放热的话 降低了我们系统的能量 那它是一个负值 反过来 我 吸收的能量 能量提升 啊 这个q就是一种正的 数值啊 好 就是在 复习一下 我们上堂课 呃 重要的一些 观念 你需要记得的 好 呃 呃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一个特定的条件 就是在所谓的 定压之下 Constant P 我们为什么特别挑 Constant P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大气压力之下来做 啊 也因此呢 我们比较关心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Constant Pressure之下 所发生的 这些 能量的变化 好 首先记得 这是一个Constant P的一个特定的条件里面 那 现在 呃 我们 因为 P 是一个定值 对不对 Constant P 它的意义 P是个定值 换言之 它就好像是一个 常数一样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好不好 当它是一个常数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关系 改写 啊 这个关系我们就可以改写 改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Delta E呢 啊 这个Delta E就等于Q 不过现在 我的Q 特别给了它一个P的下标 就是要提醒我们 这个Q不是普通的Q 是一个在长压之下 在定压之下 所取得的Q 这是很重要 这个下标是很重要的 没有它的话 你就会乱掉 然后 减掉 现在 因为P 是一个 常数了 我刚说Constant P 可以设为常数了 我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一个 Delta里面去 啊 这是只有P是常数的时候才可以 各位学过数学 你知道这个P不可以随随便便弄到这里面来的 也就是说 P如果是一个会变动的东西的话 你将会发现Delta的夸号PV 是不等于P乘上Delta V的 我想这应该是很重要的基本观念 我们不需要多去阐述 所以唯有在 这个特定的条件之下 P才可以移进来 好吗 好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转换 再做一点点数学的处理 那么我们把QP留在一边 把这个负的Delta夸号PV移到这边来 跟Delta E整合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QP 等于Delta E加上Delta的夸号PV 既然是一个Delta的夸号PV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把上面这个关系是重写成为 EF-EI 这就是把Delta E写得比较清楚 Delta 我们说过 这个变化 就定义而言 永远是FINAL 这个F代表是FINAL 末了 跟I INITIAL 开始 你一定是末了的去减掉开始 没有人会把它反过来 对不对 来说这个差别 好 这个差别永远是末了的减开头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Delta E写成EF-EI 这是没有话说的 这是一个Delta的夸号PV 所以同样 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为 比较清楚的夸号的PV的FINAL的PV 减掉Initial的PV OK 现在我们把这一个式子 做一点点的整合 让我们把F移在一块 就可以把它变成是EF加上 夸号的PVF 这是把F有F的都放在一块 好 然后那有I的放在一块 那就是减掉EI 减掉夸号PV的I 好 这时候 就有聪明人 他注意到 奇怪 是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E加上PV的一个 是一个一个一个关系 在那个地方 所以 何不妨 我们把这个式子 做一点点的简化 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参数 叫做Enthalpy 这个字我掐进来了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放一个Enthalpy 这个Enthalpy 我们用H 来代表 你标红的代表这很重要 所以 这个Enthalpy 那 我定它为E加上PV 这是我定的 我定义 这就是一个定义 我也可以把它定成为 E加上P平方 D平方 菜式的定义 但没有人会甩我 OK 没有意义 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有意义的定义 今天 我做这样的定义 有什么好处 至少在这个账面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就可以把上面 这个式子做一点点的改写 因为按照这个定义 H等于E加PV的话 所以 你FinalState的H 叫做HF的话 当然按照这个定义 就应该等于E的F 加上夸号PV的F 对不对 这没有人会有疑问 所以Ei InitialState的 Enthalpy 也就应该等于E的I 加上夸号PV的I 这也没有话说 对不对 你看看 这个地方不是就是HF吗 这一个部分 把负号提出来 剩下来不也就是一个HI吗 所以 立即的在账面上 我把这一个 看起来有点复杂的 这一个式子 变成了一个简单一点的 也就是一个新的关系是QP 等于HF 就是这个部分去减掉 或者提出来 减掉H的I 也就是一个Final的State 它的Enthalpy F的E 去减掉I 就是Initial State 开始的状态的Enthalpy 开始的状态的Enthalpy Constant Pressure所量度到的热Q 就直接的等于Enthalpy的变化 也就是Delta H Delta H跟E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再重写一遍QP 现在很重要的 写的单纯一点 把这个拿掉 直接就写成QP 等于Delta H 这是在Constant P 特别要注明 那我们刚刚也说过 Q 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 你 把这个 移过来 这一回我们把P拿出来 反正Constant P 我放里面 放到外面 并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我这里 我把它放进来 是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这个关系的存在 那现在 我P 因为在Constant P 我可以拿出来 所以QP 是又等于Delta E加P Delta V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也就是说Delta H 跟Delta E之间的关系 是Delta H 等于Delta E加P Delta V 换言之也就是说 Delta H跟Delta E 并不是相同的东西 并不是相同的东西 并不相等的 Delta E是一个内能的变化 Delta H是另外 我们新定义的一个叫做 N4P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 这个 Delta H或者是QP 它其实并不等于Delta E的 严格的讲 因为呢 QP跟Delta E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个PDelta D的存在 简单的看 这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那个公的部分 对不对 来自于那个公的部分 只有一个特定的状况 就是说你没有那个公 换言之就是说 如果Delta V是0的话 后面这一项 当然就是0了 就不见了 只有在这样子的特定条件之下 你的QP才会等于Delta E 也就是说 在那样子的一个没有公发生的状况之下 你的Delta E跟Delta H才会是一样 这一点也是在概念上 各位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它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东西 是一个Delta E加 是一个Delta E加上PDelta V 如果直接的不看Delta的话 那是E加上PV 有这样子的有关系 PV 我们在上个章节提到过 PV等于RT N如果等于E 简单的讲PV等于RT RT是什么 RT是一个能量的单位 你知道PV其实就是一个能量的单位 所以OK的 我们记得到说 就是E本来就是一个能量 PV也是一个能量的数值 所以这个地方出来的H 它仍然是某一个 所谓的能量的概念在那个地方 这个参数 所以是一个新的能量的意义 好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只是单纯的把这一个数学简化而已 嘛 它有那么重要吗 我可以接受我反正用电脑处理 你再复杂数学我也可以搞 我叫电脑帮我弄 OK 它的重要性在于说 因为我们的反应 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过 它普遍的都是在Constant P的这种条件来做的 也因此呢 在这个Constant P的条件里面 那我们去做这些实验 你马上就要做一个实验咖啡杯的实验 开始做了没有 还没有 对不对 你马上就要做到 你会去量度一个化学反应 我们是化学课 对不对 我们研究这些化学 研究它的热的变化 我们会去量度它热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量度出来的Q 是在Constant P时候量到的 也就是QP 普遍我量到的Q 都是QP 大部分时候 它是很容易从实验上面得到的 而刚刚的这个处理 你看到了 当我定义出一个新的N of P的时候 我的QP直接就等同于一个新的参数 一个新的能量的定义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Delta H QP就等于Delta H 在Constant P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 这个很好 这很方便 如果我硬要用Delta E来讨论这些能量的问题的时候 有点复杂 对不对 因为大家知道QP是不直接等于Delta E的 你还要去把那个PDelta V 或者不看Delta的话 就是要把PV的那个部分来处理掉 就变得不是那么的直接 所以它的好处就是 它让整个问题的讨论 整个能量里面的讨论变得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简单 好 所以QP是直接实验可以量度 等于说 我的Delta H 就是可以从实验里面直接量度的 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 实验的意义 化学是一个非常着重实验上面的一个科学 它美妙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H美妙的地方在哪里 Beauty 它的定义我们在repeat里面 H等于E加PV 它是一个所谓的状态函数 我们以前 我们前面提到过内能 内能是一个状态函数 它是对一个状态的描述 它跟你怎么进入这个状态是没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跟你的Path 你的路径没有关 Q跟W是不一样的 你怎么进去 你今天你回家 我们上回提到 你今天回家 你可以走很多路 到了最后你都到了家里面 E是一种 所谓的状态函数 P跟V 也都是对 状态的一种描述 跟你的路径也是没关系的 你现在是这个状态 有现在这样一个P 有这样一个V 也是对于状态的一个描述 所以你的定义H等于E加PV 它仍然将会是一个状态函数 它跟你怎么进入这个状态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是这个状态 我们永远对它的描述都是固定 这是它的好处 它无视于你这进入这个状态 说花掉的Q 花掉的W 所以它是跟路径完全没有关系 就是independent 好 我刚刚说过 你要弄出一个state function 真的太简单了 我刚刚说过 我也可以定义T 蔡玉民T开头 T等于E加上P平方乘上T平方 PV反正是一个state function 我保证你E加上P平方P平方也是个状态函数 但是它没有意义 对不对 那个函数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看了爽一下 So what 没有人会关心这个议题 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你的H Delta H是直接有可以量度的 它是具有实验意义的 我们关心的是化学实验 所以对于一个化学反应 它从起始物你的反应物reactants 这个reactants是起始物 products是产物 那对于这个反应 我们现在就可以说 它的NVP的变化Delta H 就应该是很简单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产物 这些products的H 去减掉你所有起始物的H 所有的reactants的H 你可以这么简单的写 这样写 有没有实际的重要性呢 它的概念性上是很重要的 但实际上你了解 按照这个定义 H等于E加PT 我们已经说过E 我们上回已经特别的去深论了 这个E它的绝对值是很难去取得的 你不知道你的绝对数值是多少 也因此呢 当E的绝对数值不知道的时候 那H我即使PT我可以量度 我的H当然也有同样困难 我不知道我的这些products or reactants 它的个别的这些绝对数值 但是 重要的是我们 比较关心的是它的变化 而不是它的绝对值 这当然也可以说是有点幸运 那 那顺便的来说明一下这个Delta H的正负值 那既然QP是直接relate到Delta H直接是相等的 也因此呢 我们今天提到过Exothermic放热 Exothermic放热的反应 QP按照定义 放出来的热它是负的 也因此呢 我的Delta H 对于放热而言 也应该是负的 所代表的意思回过头来看 一个负的变化 代表的 它高呢还是它高呢 一定是它比较高 你才会是放热 因为你拿一个小的数值去减一个大的数值 你就会得出来一个负的数值 也因此呢 它在概念上的重要性是一个负的 一个放热的反应 它告诉了我们 即使我不知道这些产物的绝对数值是多少 但是我知道相对的 我的产物的Enthalpy 应该会比我的起始物 我的反应物来的低 对不对 这句话至少你敢讲 OK 反过来 Endofermic 吸热的反应 我们定义上说 吸进来的热 提升我的能量 Qp是一个positive Qp等同于Delta H 所以我的Delta H 对于吸热反应而言 也是正的 同样的回到这个式子来看 但当它是一个正数值的话 代表的你是产物的 Enthalpy 会是比较高的 去减掉比较小 这个比较低的 反应物的Enthalpy之和 才会是一个正的 所以Delta H 现在从它的正负值 给了我们一个概念 相对的起始物跟 反应物的 含的高低 好 同时必须要提醒各位 Delta H跟Delta E 是可以不一样的 而且大部分时候 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不应该说大部分 就是可以不一样 只有没有那个P的Delta V 的像的时候 Delta E跟Delta H 可以是一样 今天我们回来 一个化学的反应 想想看 比如说水的电解 水的电解 大家很清楚 它会产生什么 氢气跟氧气 氢气跟氧气是气体 水是一个液体 这些气体跑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一摩尔 这每一个气体 一摩尔的话 是22.4L 它跑出来 它要against 这一大气压的压力 跑出来 它是不是要做工 它当然要做工 你可以避免 你做一个水的电解 你可以叫它不做这个工 你不可能避免这个工 但是我有一个H的定义的时候 我不管你 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做工 我不管你这个化学反应 你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被迫一定要去做的工 我永远 有这个关系 QP等于我的Delta H 我可以不要去care 这个地方多出来的工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去 讨论Delta E的时候 Delta H等于Delta E加上P Delta V 各位 你就必须要把那个工 放进来算 对不对 它从一个水体积很小的 啪了一下变成氢气跟氧气的整个体积 你知道跑出来的时候 你做那个工到底是多少 我们上回有一个气球的例子 你可以去算的 你不是不能去算 你可以算出来 但是H就把这一个 本来就不可避免会存在的这个东西 把它放在里面 把它涵盖在里面 我们只去关系那个比较真正有意义的 真正放出来那个热它代表的意思 好 这点要提醒各位 在后面我会再重复来 重新实际例子来看到这件事情 好 现在当然我们牵涉到去量度这个热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然也必须要对于这个所谓的calorimetry 量热学有一个理解 好 我们怎么去量 那calorimetry 它基本上就是一种 量度热的这个科学 一个science 好 我怎么去量度热的变化呢 很单纯 T的变化 我们从T的变化来看 我们来量时间温度计 自己在家里面都可以搞 好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引进一个 参数一个概念 叫做heat capacity capacity是一种潜力 好 我们用c 这是热的潜力 这个c的定义是说 我们今天这一个物质 那它每增高 一个温度的刻度 我需要吸收多少的热 你温度增高 你一定要吸热 好 所以这个每一个物质 不同的物质 我们可以理解 那它 要让它提升 一个刻度 所需要吸的热量 会有所不同 而且我们可以理解 如果今天东西越多 我要吸的热 就会越多 好 所以我纯粹只是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heat capacity 中文好像翻译成为 叫热融 我们如果就是这样子 一个定义的话 它不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大家在沟通上面 还是有困扰 因为你说的热融 跟我说的热融 不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下面 你再说的是一克的 我再说的是一千克的 这个地方就没有统一 所以你知道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要能够 轻松地把它当成是一个 参数来运用的话 我们应该去寻求单位的温度变化 以及单位的重量 或者单位的体积 或者单位的莫尔数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就无视于说 你到底是在讨论多大的量 好 so C heat capacity 这是为什么我们用C capacity是个字的字头 C 它中文翻译叫热融 也为了要作为一个标准 一个计算的标准的话 我们还有所谓的 specific heat capacity 这个翻译应该是叫做 比热 比热 或者叫比热融 比热融听起来怪怪的 所以各位过去熟悉的 应该就叫做比热 就是这个因为specific 它是把它翻成比 那所谓的比热 是以克为单位 是每一克的这个sample 这个物质 同一个物质 当然讲同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每一克提升 一个刻度 什么刻度 以度C或者是K为基准 大家知道 就刻度而言 度C跟K是一样 Calvin是一样的 只是起始点不一样 那0 0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也因此 你现在呢 它就这个specific heat 你从它的单位里面 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Jower 是用Jower做单位的 除上度C的话 就是每一度C的 而且是每一克的 pergram sample or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度C 换成用K 但是一样的刻度 是OK的 没有问题 这素质是一样的 好 也因此各位 过去对于一个很重要的物质 也就是水 是很清楚的 各位在高中的时候 可能都熟知 水的比热是1 但是它单位是什么 它是卡 它单位是卡 就是你的水上升一度C 一克的水上升一度C 会需要吸一卡的热 怎么会那么刚好 是一卡 不会太意外 那一定是以水为一个基准 对吧 那一个 一克升一度C的 那一个量定为是1Jower so 一卡 sorry 那一卡 是4.2Jower 所以这个里面 你可以去做缓算 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个常用的热容 就是Molar heat capacity Molar 我们说过是Mor的意思 就是每一Mor PerMol 每一Mor的Sample 所以你也不间谍一定要用重量 重量可能是在工业上面比较常用的 因为在工业上面它在卖这些东西的时候 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都是公斤公盾在处理的 他们卖什么 你卖这些铁 你到外面去卖铁卖铜 他不是说我今天卖你多少Mor 没有人会这样给你卖的 他今天卖你就是卖多少公斤 你要多少公斤 或者你要多少盾 所以它存在的意义 但是Molar heat capacity 比较是我们真正 在这些小的剂量 我们化学家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喜欢看每一Mor的 那就是Gar 每度C 每Mor 他所要吸收的Gar 也就是J per K per M 这是Molar heat capacity 所以你必须要对于这个名字很清楚 什么叫Specific heat capacity 什么是Molar heat capacity 但你从它的单位 你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这到底是哪一种形态的capacity 好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现在来看看真正的处理 真正的实验是怎么做的 我们先来看 一个Constant p的calorimetry 我们说过Constant p 是我们最经常会面对的一个状况 一个实验条件 当然他们目的 这个calorimetry的目的 就是要去取得Qp 得到Qp 得到Qp 它直接relay到Mstopp的变化 就是Delta h 我们从实际的例子上我们来看 好吗 各位对于这个东西 在高中的时候学过一些 所以应该有些概念 我们直接从一个例题来看 我说今天我们如果把 50.0毫升的一个Molar 1.0Molar的HCl 温度是25度C 25.0了 讲精准一点 跟50.0ML的 也是一个Molar的Sodium hydroxide NaOH在25.0度C 混合起来 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岩酸跟NaOH放在一块做什么反应 综合对不对 搞不好高中时候就玩过了 好 大家知道这个综合会放热的 你的H plus 跟OH minus 会结合 绿离子跟钠离子 反正就是 融在那个水里面 不会 有任何太大的影响 好 你今天做这个实验 你把这两个混在一块 然后 原来都个别在25度C 你现在去量 量了变成31.9了 那 为什么温度会提升 那当然因为这是一个放热反应 所以你温度提升了 好 这个放出来 这个反应放出来热 当然是要被这所有的物种 给吸收 好 这是概念 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轻松的 我们知道温度的变化 delta t 末了 减的开头对不对 31.9-25.0 6.9 注意一下有效数字的处理好吗 这个不准在这里 这个不准在这里 这个处理以后6.9 两位了 没有问题 这个你大概不会出错 好 问题是 我们刚刚说过这个 这个吸的热是跟量有关的 那 这里面有多少量 这些东西合计起来来吸收 以重量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50.0毫升的这个容易 里面大部分都是水 这也是一样 大部分都是水 如果做这样一个假设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水的密度 那水的密度是1毫升是1.0克 那如果我今天查到是两位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加起来是变四位 这些三位因为多出一个位了 所以它变成四位了 四位乘两位乘两位 它就变成1.0乘10的二次方克 当然这会是不那么准确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当然了解这里面还有HCL 它有质量 你还有那位 我也觉得那位有质量 但是 重要的point是说 我要 它们相对于那个水的话 你也可以去算 你去算算看 对不对 你今天你不要忘了 你这地方采取三位 你真的有兴趣 你去算看 它会对于这个位数 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不好 它可能只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动 So what 我们不觉得它会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你可以看到 我已经把约成两位了 已经变成两位了 所以你今天 这个概略 其实基本上 你写成一个等式大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真的有兴趣 你可以去玩玩看 你可以了解一下这些 准确度的问题 好 有些时候它是其实 还蛮好用的 可以简化一些计算 好 所以我们就把质量当成 1.0乘10的二次方克 好 这代表的是这么多的量 然后提升这么多度C 那我只要知道 这个S 这个S就是specific的heat capacity 我们不用C 我们改用S 这被强调它是一个specific的heat capacity 这是S的开头 好吗 你知道这道heat capacity heat capacity 是单位的重量 specificheat capacity 是用刻来计算的 对不对 好 所以你知道是每一刻 提升每一度C 所以你去乘上 你拿这个S去乘上 你有多少量 去乘上它升了多少度 你就知道它相对的 这里面牵涉到的 释放出来的能量到底是多少 好 进去把这个能量掌握好 好 把这些数值带进去 你查出来这个水 我刚刚说过这个是 一卡4.2J 拿3位的话 4.18的J 度C Program 去乘上这么多的课 这是单位课的 乘上这么多的课 这是单位度C的 你知道它的温度的变化6.9 你出来的2.9乘10的3次方 不要忘了这个地方是J 好 10的3次方 然后你可以把它写 从2.9 千焦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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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要特别注意这个焦耳 有时候 你看到是焦耳 有时候你看到它用的是千焦 你说做任何计算的时候 单位一定要统一 这是各位经常 在做一些计算的时候 会出心大意的地方 但是你只要是指令人对 你计算有错 我扣你几分 我不会全部把你扣掉 那样也不公平 但是我尽量希望各位 弄得精准一点 你没有出错 我改的时候就很方便 或者看答案就OK 答案对大概不会怎么样 好 所以 这样子透过这个实验 我就会知道说 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我一做 我释出来的热量是这么多 好 我们稍微谈两个名词 那热 各位看到我们对它的处理 显然跟它的量是有关的 那它是一个所谓的extensive property 我们叫做外 中文翻译我们称它为叫外延的 什么叫extensive property 什么叫外延的性质呢 就是它是跟这个布置的量有关的 越多的话你就牵涉到比较多的量 就像我们刚刚在算热的变化的时候 就是如此 好 但是另外也有一种叫做intensive property 内含 中文单译 内含 intensive property 比如说温度 温度是一种内含的 你会因为很多 它的温度就改了 比较多的水 它的温度就不是25度席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 不管你多少水 你现在室温是25度席 你一克的水跟一公斤的水 你都是25度席 它是一个所谓的内含性质 它不跟你的量有关 好 这是我们稍微 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稍微架构这两个名词 虽然我不太觉得 我们经常会使用 但是普遍我们在谱化 比如说课本里面在讨论某些东西的时候 它会用一下这个专有名词 好 所以你就要有点了解 好 我们现在再回来刚刚那个例题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我们是 拿50.0毫升一个molar的HCL 拿NOH去跟它中和 对不对 这牵涉到是这样子的一个量 这样子量的HCL 如果从一个mol来看的话 各位一定是很清楚如何去计算 你这个东西你把它 你知道molar 这个molar 这个molar 这个浓度的单位 我们前面说过 是每一升的容易里面有多少more 的意思 是每一升 它的单位每一升 所以这个地方是用毫升 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单位 做一个调整 也就是要乘上10的-3次方 所以你这个东西乘上10的-3次方 实际上就是0.0500 也就是5.0乘10的-2次方 为什么变成两位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两位 1.0乘上三位 这乘逐变 你取那个最小的位数 注意这个准确度的问题 那5.0乘上10的-2次方 molar proton H plus 被neutralize 那个热 我们量出来那个热 是以这个量为一个基准的 所以 你把刚刚的那个 计算出来的这个量 OK 也就是这个数值去除上 这一个molar数 也就是说 那个反应 如果是以一个molar的值子为基准 一molar的值子被中和的话 那它会放出来的热 permolar的话 那就是拿 这么多的量所放出来的 这一除 就是每一molar 实际上会放出来的热 是5.8乘 14次方 这个概念应该是很简单的 这很大的数值 所以我们其实会把它变成58千焦的 也就是说 现在相对应于这一个中和的反应 H plus 被OH minus 给neutralize 变成水 变成liquid water 我的delta H 放热负值 是负的58的kilojol permol 注意到kilo 是-58的kilojol permol 我们普遍的在mol的表达之下 以mol为单位的这个计量来看 的话 普遍的delta H 是一个蛮大的数值 也因此kilojol 是最经常使用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热熔 笔热等等的 specific heat capacity or molar heat capacity 都是以jol 不是以千焦为单位的 也因此在这个地方 你在做一些问题 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可能产生的落差 好 刚刚看到的是 constant pressure 最经常碰到的 但是我们也要介绍另外一种做法 是constant volume 定体积的一个calorimetry 体积固定的时候的一种凉度 我们不是才说过 我们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在Constant 批做吗 那当然是一种讲法 对大部分的时候 但是也有些实验你要了解 它不太可能是开放的 比如说你如果要去量度 等一下我们作为一个例子 量度一个汽油的燃烧 你能够在一个开放的瓶子里面 去让它烧 然后去量什么温度的变化吗 对不对 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事都跑掉了你怎么量 也因此在这种时候 我必须要把整个东西封起来 当然你把它封起来的时候 整个volume它不会改变 好 当我们的volume没有改变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意义是delta v 现在就等于0了 这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没有体积的变化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所谓的pv work w就等于0的 不会有那个pv work 好 也因此呢 既然delta e的定义是q加w delta e等于q加w 因为现在是constant v 你注意到我现在这个式子的q 特别给了它一个下标qv 有别于前面 我们在constant p的时候 所量度到的q 那叫qp 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qv 代表是个constant volume 好 那既然w等于0的话 实际上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只有在这个constant volume的时候 你对于q的量度 直接就是对内能的量度 所以我们得到两个关系 对不对 一个在constant pressure的时候 我热的量度 直接对应到是delta h 但是我在constant volume时候 量到的q 对应到的是delta e的变化 但是你在过去你高中的时候 你学过这些化学 如果牵涉到任何的热 它要标明的时候 你知道它给你的都是 是什么变化呢 是e的变化 不是是h的变化 都是delta h的 所以 这里面牵涉到最后 你如果是大家在讨论 一些能量变化的时候 你还需要有一个动作 就是把delta e 换算到delta h 怎么换算 依赖前面 我们对于delta h的定义 ok delta e的delta h加pdelta v ok constant p的时候 不是constant p的时候 当然那个是pv的变化 好 也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很重要 你看我标红了 delta e就是qv 在constant volume 那今天用的器具 我们称它一个叫做 炸弹卡机 bomb calorimeter 这个装置 你看你就知道 为什么叫它炸弹 首先它有一个外部装 就是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 它当然必须要有一个绝热的功能 对 你不能用这个热的跑到外面来了 那你的量的不准的 所以各位在普派实验将会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实验 好像就是一个中和 那就在一个咖啡杯里面做 因为它在solution里面 咖啡杯有保力龙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绝热嘛 我们在普派实验也不可能给你很fancy的那种装置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总是要有一个绝热 然后这个装置里面还放了水 水拿来干嘛 水的比热其实蛮大的 它可以吸蛮多的热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 它取得又很容易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 做实验的一个材料 所以它的功能只是把 你真正说的反应在这个东西里面做 它放出来热 而就被水吸收了 应该照说跟水会去做平衡 然后我们去量水的变化 我们就知道整个的温度变化 整个的热的变化 中间最主要黑的东西 是一个钢做的 或是铁做的 就是一个steel bomb 像一个炸弹一样 螺丝锁得很紧的 然后你的实验就在这里面做 可以想像很多这些会产生气体的 这些实验会冒出去的这些东西的 你可能就在这 又有很大量的热的 像烧起来 会烧起来的这种 形态反应 你就会考虑在这样子的一个 炸弹的装置里面去做 一定要锁得很紧 不然它会炸掉的 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当然不可能 在我们浦发时间提供你这样的工具来做 好 所以这是一个Constant Volume的calorometry 那我们实际拿一个立体来直接来看 那这个就牵涉到一个燃烧 这是一个心碗 大家常听到心碗 因为大家知道汽油有一个所谓心碗值 不过这个地方当我们没有特别强调 这个心碗只是一个常电的心碗 而不是汽油的所谓心碗值的那个心碗 所以有点不一样 所以学了有些化学 大家会比较清楚在结构上的差异 但不论如何它们具有相同分子 是C8H18 我们是用这么多克的 量的心碗 去做燃烧反应 燃烧大家知道是一个巨铁放热的反应 火冒出来 你如果open to air的话 所以你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bomb calorimeter里面来做 那你首先呢 你要先去测得 这一个整个bomb的 calorimeter 它的heat capacity 注意到这个地方我用C 它不是S 不是specific heat capacity 也不是molar heat capacity 就是这整个装置 这整个装置 包括那个水 包括那整个盒子 包括里面steal bomb 所以可以包括里面这0.5269克的Octen 还没有开始做 还没有反应的时候 那整个东西提升一度 你先可以去量度说 它的一个heat capacity 它提升一度会吸收好的热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怎么去取得这个数据 你要怎么设计这个实验 我把它当成一个思考的题目想想看 所以假设你做了那样的实验 你求得了 你知道说 这整个装置提升的异度性 会需要11.3kJ的热量 因为是整个东西 所以那个量是有点大的 那它的这个温度的变化 你在做完了这个燃烧时间 你发现 发现它提升了2.25度C 好你知道它整个heat capacity 你知道它的温度的变化 那这个很简单的 就直接拿这个量 对这是per degree 乘上这个温度 你就知道它放出来的热 总共是25.4 就是这么多克 是这么多kJ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OK 重要的问题 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 把一些 可能有点混淆的观念 呃 澄清一下 因为热地学 它 有一些抽象 一些 这个 一些参数 它有它特定的一些意义 有的时候容易搞混 好 我们从一个特定的状态 看到了一个新的能量的定义 好 我们 在一个特定的状态 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 能量的定义 H等于E加PE 虽然 我是从一个特定的状态 里面 看到了 但是一旦 它被我定义了 H等于E加PE 它就存在于任何条件 只是 它有没有意义而已 它存在的重要意义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 就在于说 QP等于Data H 直接在Constant Pressure的时候 你所做的 任何热的凉度 最对应到的 对于化学反应 对应到的就是一个Data H 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如果今天你做的实验是一个乱七八糟的 你的压力是各种各样的变化 比如说像这样子 变来变去 那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复杂 但是并不是代表H就不存在 它永远存在 每一个状态 在这个黄线上每一个点位置 都有它相对应到的H值 那今天你说 颜色的黄线从这一点走到这里 那它的Data H呢 回到定义 定义是H等于E加PE Data H等于Data E加上Data的夸号PE 把它解开来 我写成这样子 就是Data E加上夸号的PD的final 减掉PD的initial 这个部分其实很容易处理 你可以不必关心这个中间的过程 因为它是一个state的function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你的这一点 你的initial point的PD 你知道你的final point的PD 你后面这两项是ok的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有Data E要处理啊 Data E是什么 Data E是Q加W对不对 ok Q没有问题 我可以量啊 我们刚刚介绍了一些技术对不对 tricky的地方在W 我做的工 如果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气体呢 理想气体一个膨胀压缩 对不对 今天是一个膨胀 那当然理论上它做的工就会是 因为它的p的变化是这样 那它的工你可以用积分处理 那就是这个下面的这个黄线呢 的面积 你用积分可以去处理的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能够画出这个曲线 你只能够掌握这里面的每一个step 你就会发现这有点困难 不是绝对对不能做到 你必须要去监控它的pressure的变化 Alright 但是不要忘了最重要 这是一个state function 如果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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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点刚好就坐落在一个标准的pv的plot上面 e more 对不对 constant temperature pv是一个 一个固定的曲线 是这条线 如果这一点在 这两点 刚好在这一条曲线的话 你其实就可以改用另外的一个 而比较容易掌握的一个pv变化 求得同样的数值 因为它只是delta h 只是一个final的去减掉initial的 这也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state function 它的一个精神在这里 你不见得一定就要用真正的那个路程 你也可以用狡猾一点 用另外一个你可能比较方便的方式去取得同样的数值 这就是这个所谓state function的基本的概念在这里好吗 但是后面我们会有一些例子 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精神在哪里 我们怎么去应用 但是不要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处理的是一个 一个constant pressure的状态 只有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个例子 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牵涉到我可能很难在 constant pressure的这种状况之下去做这个实验 所以呢 我们有一个steel bomb bomb calorimeter 可以帮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刚刚已经说过 我知道了这整个bomb calorimeter 它提升一度C需要多少的热量 那现在我知道它提升了2.25度C 那不是这两个箱层就出来了25.4kJ 就是这一个燃烧放出来的热 这个燃烧放出来的热是0.5269克的Octane 放出来 那你当然就可以轻易地求得 每一克的Octane燃烧放多少热 or每一默的Octane 放出来的热 or每一公斤 or每一升 只要你知道密度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可以轻易地解决 比如说 我们知道Octane 它molecular weight 是每一mol是114.2克 那你现在是0.5269克 对不对 所以 你除上这个分子量 你知道这是相对应于这么多的mol 再一度注意一下准确这个位数的处理 四位 四位 这个地方取四位 这个地方三位乘三位取三位 好吗 所以这是这么多的mol 所以这么多的mol燃烧 放这么多热 当然每一mol是多少 不是太简单的问题吗 好 所以对一mol的Octane 你就拿25.4 除上这个相对应的mol 数出来 就是5.50乘10的三次方的kilojou 因为这个地方 我已经是用kilojou了 这是很大量可以理解的 用kilo会比较方便 所以这的确 它在燃烧的时候 这每一mol不得了放出来的那个热 是相当可观的 你就可以开始写一个 chemical equation 它的delta 1的变化 是delta 1的变化 回去想想看 把它当成是一个立体 先把Octane完全燃烧 跟氧完全燃烧 变成CO2 H2O 各位在高中的时候 就应该很清楚 如何去平衡这个势子 OK 假设这个Octane 是从一个liquid形态 85度C 它变成CO2 变成H2O 它要做PV work 对不对 一大气压 你如何的把这个实验 Constant V做出来的delta 1的数值 转换成为delta H 好吗 把它当成一个立体 回去计算 好 so 这个delta 1 你就可以站来表达 不要忘记 这个地方的Hit QV 这就是QV 直接等同delta 1 也就是 注意它是负物质 它是放热的 当我谈Heat的时候 我可以 我不是用Q直接表达 我可以说就是 这个热牵涉到的是这么多的量 没有正负符号的问题 在这里 用delta 1表达的时候 一定有正负的问题 是负的 5.50乘时的三次方 代表它变成CO2 H2O 它在内能上面是降低的 所以它会放出热来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delta H的处理 显然delta H是一个 我们研究化学的时候 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参数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各位非常清楚的 所谓的赫斯热的处理方式 我相信各位在过去的时候 有某个程度的了解 但是我希望 现在我们很清楚的了解了 H所代表的真正的意涵 我们不只是来考考试 做一点数学的处理 我希望各位在看 我们如何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个 所谓的赫斯定律的存在 我们可以那样去做 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好 很明显的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谈 anthropy 我们引入这个参数的时候 你就说过 相对应于 这样子一个化学反应 从起始物 reactants 到产物 products 这个chemical equation 它的delta h的变化 你可以把它写成为这样 我后来再回来看 我当时写的比较loose 一点 我现在我觉得可能 我应该写的比较精准一点 这样前后比较协调 也就是说 你应该是所有的产物 总而言之 就是所有的 这一个 不是产物 是起始物 这一边所有的含的绝对值 是核 summation 是这个核的意思 那当然 你也知道 我们讨论过这个equation 写的那个地方 所谓的stoichiometry 每一个这个产物 它前面都有一个系数 那个系数 可能就是它的当量数 很多时候 我们就把它当成摩尔数 对不对 所以势必 如果这个h 是以每一摩尔的变化的话 或每一摩尔的h的话 你前面势必是要乘上一个 所谓的系数 所以我后来决定 还是把这个np放进去 比较精准一点 就是我给你的note 里面那种表达方法 我的意思就是说total 好吗 就是这边的核 跟这一个起始物的 np的比较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核 所以前面我也多加了一个nr 你可以自己把它加住进去 好 所以这个在账面上 这很简单 这就是这样的意义 OK 那 如果今天我用r来代表reactants 这个r 然后p代表products 所以今天我r变成p 不要忘了 今天我是用h来处理 h的一个特质是 它是一个状态函数state function state function的好处就是 它不管你是怎么走过去的 它跟你的path是没有关系的 就好像我刚刚在黑板上面做的这个生论 你可以从r到p 你可以a 先变成p 再从b 先变成b 再从b走到p or 你也可以从r走到另外一种形态的产物 a 然后再从a走到p 只要是一个连续的 你最后你知道这里 你知道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 从这里到这里 那这只是一个状态的变化而已 好 所以写下来我们h是一个state function 也因此呢 它从r到p的h的变化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pathway 不管你是什么样路径 你都可以得到 所以你可以去想办法找到这条路的h的变化 跟这条路的h的变化 你就可以知道r到p的那个h的变化 它只跟状态有关 它们之间的差别 就是这个 它的h的总和 跟这里的h的总和的差别 所以这里跟这个地方h的总和差别 和这里跟这里的h的总和差别 因为我如果知道这里 我知道 那以它为相对基准的话 我就知道它 我知道它的话 我知道这个地方相对基准的变化是什么 那我当然就知道p嘛 对不对 这是直接很简单的一个加减 而不是一个乘除的问题 好 概念如此 以实际的一个化学的反应来做一个例子 好不好 我们看nitrogen 跟oxygen 也是一个燃烧 变成no2 它不是在它一个最高的氧化态 这个地方delta h是68kg 正值是吸热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燃烧都一定是放热的 gas state反应 气态反应 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 我现在改用一个蓝色 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所标示的就是这个delta h1 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在前面也做过讨论 它是一个吸热 代表它的h 总和一定是比较高的 我不知道它的绝对数值 但是我可以拉一个scale 叫h 用kjol来表达 我随便定说 如果 这个n2加2O2 1mol的氮气 跟2mol的氧气 如果在这里我称它为a的话 那我的2no2一定就是 从这个地方往上拉多少 68kjol 吸热 stain function 它的意义是如此 代表它的h的意义 就是它们两个h的差别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这样直接画 我就可以标出来它在哪里 对不对 它的能位 什么能位 h的能位 不要忘了 我现在讲的能是一个新的能 n4 好 那假设说 诶 我可以知道说 从n2 跟两个o2 变成一个o2 跟两个no的话 我知道这个地方也是一个c2180 那我就可以标出来 同样的概念标出来 这一个组合的n4p之和 跟它的差异 我就可以标出来 b在哪里 ok 我又如果知道 这个组合 跟这个组合 它是一个放热的反应 那就往下掉那负的112 而不是就 出来了它的位置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要得到delta h外 我直接的 我从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这个推上来到这里 再从这个state推到这里 我就等同于知道了这个 因为从这个scale上面来看 就是一个简单的 它们两个的差异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于 这个h这个数值 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 过去各位在高中时候 曾经做过的那种处理 这些赫兹热的 这个处理方式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 我们再用这样子的一个 方式来表达一下 我们从a到c 的delta h1 可以透过a到b b到c的delta h2 跟b到c的delta h3 这两个直接加起来 你拿180去加上负的112 出来不就是一个正的68吗 只要保持我们同样的那一个正负的定义的话 你不会错的 就是把这两个数值 两个delta h加起来 所以就是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例子里面 你就看到了一个关系 就是delta h1 很轻易的就可以等于delta h2 加delta h3 这就变成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因为过去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呢 就可以被我拿来运用 套出一些我有兴趣的反应 它的 函的变化 OK 好 就是把它写出来 直接做一个数学的处理 delta h2加delta h3 delta h2是正的 delta h3是负的 所以就变成180-112 它就是68 Q9 这就是赫兹勒的精神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看一下 这一个delta h的一些特质 因为我们会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课堂里面牵涉到很多 这些delta h的一些计算 好 首先 因为它是一个状态函数 所以势必的 你如果把这个式子翻回来写 那它的差异 它的位置都没有改变 你只是从下面往上跑 还是从上面往下跳 唯一的差别只是正负符号差别 所以不会太意外 delta h 会等于负的delta h的reverse reverse就是逆向反应 你把式子翻过来写 那它的delta h相对应 就会是反过来 我们共同有的一个体认就是 就是当我写一个化学的式子的时候 那个箭头就代表我关心的方向 我相对应的delta h就是那一个 相对应于那一个方向的delta h 好吧 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 刚刚我们看到的一个式子就是n2加o2 变成两倍的no2 那是delta h2 对不对 是正的180kJ 如果我把它翻过来 在没有翻过来这个式子的样子的时候 先提醒一下 这个正的数值代表它是吸热 吸热 它是往上爬的 对不对 然后对着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图 它是往上爬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往下掉 是说做这个反向的 往下掉的意思就是说 你从这边开始 从高能阶的位置 两个no2的往下跳 跳到了n2加o2 它当然要放热了 那就变成负的 那只是上去还是下来 那个箭头方向改变而已 那当然数值相同 符号相反 原来放热 原来吸热 它现在变成放热了 很简单的概念 所以这是所谓什么叫reverse reaction 这就是所谓的reverse reaction 我一个equation写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delta h 一定是这个方向 而不可能是代表反方向 你觉得不可以这样去思考 好 那另外delta h 是一个extensive property 复习一下对不对 什么叫extensive extend 外延延伸的 x有一个出去对不对 x o 这个叫extend extending 延伸出去的意思就是跟量有关 所以它决定于这个reactance的量 当然也跟product量也有关 也就是前面这些系数是要注意的 好 所以 那就是这个 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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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固體 好 這個反應delta H 你可以做這些時間量出來 是負的251個kilojou 好 那這個式子 當我們在寫的時候 我們談過stoichiometry 我們代表可以代表是一顆 跟兩顆 跟一顆 得到一顆對不對 但是它也可以是 一摩爾 對兩摩爾 對一摩爾 它也可以是 兩摩爾對四摩爾 對二摩爾 其實是一個比例 不過最經常最經常 最經常我們 看到它的時候 腦袋瓜裡面想說 一摩爾 跟兩摩爾 跟一摩爾 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是這樣想 但是並不是代表 它不可以有其他的意義 真正重要是它的比例 這個stoichiometric的 量的意義 當量的意義 好 所以如果我今天 以摩爾為基準的話 如果今天是兩摩爾的話 那它就要對應到四摩爾的 Florine 得到兩摩爾的產物 注意到每一個都是double 所以 因為它是extensive property 在這個地方的意義 就是說 那你原來 這是針對一摩爾的 Xenon 那你現在變成兩摩爾 Xenon 當然就要乘上個2 也就是很簡單 乘上2就是負的502kj 好 我想這個概念 應該是非常單純的 我們拿一個例子來看 一個有趣的例子 這是一個 鵬的氫化 Boron 鵬 Hydrogen 鵬是一個固態的 跟氫氣作用 它會進行一個還原反應 得到這個 其實對有機化學而言 滿有用的一個還原劑 氫酮化合物 一個Borane類的化合物 常叫它這個叫Diberane 不過這個名稱 現階段並不是那麼重要 不是我們要看的重點 比如說 我們想要知道 這個化學反應的 Delta H的變化是什麼 好 這邊你就去查一堆的表 你發現 其實我可以找到一系列的 各位注意到 這幾個反應 都是什麼 都是燃燒反應 比如說有鵬的燃燒反應 相對應的Delta H 有人做過 B2H6 這個產物的它的燃燒也有 那氫的燃燒當然更是 少八百年前就有人研究過 這個Delta H-286 這幾個燃燒反應 剛好涵蓋了 Borane Hydrogen 跟B2H6 Diberane 這三個都涵蓋了 所以這個也有意思 對不對 道爾頓的原子學說 告訴我們化學反應是什麼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 所以不會它意外 按照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我們來看 也包括拉瓦捷的 質量不變 左邊有多少 你右邊就有多少 我們看是不是如此 左邊如果有兩莫爾的棚 這邊是不是有兩莫爾棚 是 左邊有六莫爾的氫原子 這邊是不是有六 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今天 都把它完全的氧化 蓬變成蓬的氧化物 氫變成氫的氧化物 左邊 所產生的 左邊 兩個棚 跟六個棚 六個氫 或者兩莫爾的棚 跟六莫爾的氫 所相對應的 氧化物 跟這一邊如果也氧化 所得到的 棚的氧化物 跟氫氧化物 似乎會不會是一樣 一定一樣對不對 有人會認為不一樣嗎 不會吧 對不對 你不是找到一個共同標準嗎 對不對 因為剛剛赫茲熱的概念對不對 你這地方你把它燃燒 變成所有的 這些原子的氧化物 然後再返回來 變回它 因為你也就是這個燃燒的 律向來 你不是這個地方 它一句就可以求得了 OK 很棒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如此 我們再把這個 題目放在這裡 好不好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是我先加進來 好 so 那這個處理很簡單 我們先來處理左邊的 有兩個棚嘛 所以 我們來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棚的氧化 不過那是以一個棚為基準的 所以說我要兩個棚 我乘上二 不是本來本來就是二 對不對 我再看一下 本來就是二 這個地方本來就是二 太棒了 可以感謝 好 直接就把那個A 放進來 OK 就是plus的A 好 這是朋友我助理完了對不對 好 好 那麼我還有一個氫 應該我把那個氫的那個搬過來 不過 氫的那個 你對照 我們剛剛查出來的 他給的是1mol的氫 因此你必須要把那個地方的delta h 你怎麼樣 乘上三 所以 這個地方三個h2也出來了 好 他變成這麼多的b2o3 這麼多的h2o OK 我的b2h6在右邊 所以我現在怎麼樣 我要讓我的b2h6在右邊 我在用那個式子的時候 所以我必須要把那個b2h6的燃燒 怎麼樣 翻過來 但幸運是b2h6就是1mol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把它翻過來 是一個負的b就OK了 好 所以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這個變過去的 跟這個變 如果也是假想 他是變過來的話 那個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你翻過來他就要抵消 所以不會太意外的 你今天你看 這個 b2o3 b2o3消掉了 對不對 氧氣 2分3 2分3 用掉2分3 2分3就是3嘛 那這邊如果是反向 的話 不是這邊也是3啊 阿瑟菌也消掉了 水這邊3個 這邊也3個 不是消掉了嗎 各位 小心一點 這是gas 這是liquid 不能直接消 怎麼辦 我們回去找這個數值 對不對 我剛好也有一個 我 Liquid變成Gas的一個 Delta H啊 我有啊 我只要 我只要那個地方是1mol的水的變化 對不對 氣體變 液體氣體啊 來 我給他3倍 對不對 我這個柿子的方向一定放在這邊 這樣的時候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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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各位你看 有了這個H不是整個世界變得很簡單 我們普畫變比較容易 OK 所以全部加起來 你看那些消掉的 沒有 消掉不見了 那沒有消掉的就是兩個B啊 3個H2啊 然後這邊就B2 H6 不是 一切都那麼完美 然後你把這邊全部加起來 OK -12 -13 減掉這個東西的3倍 加上這個 然後 加上 這個數值 出來 這個36kg 你就從這一系列的整個的 氧化 我就求得了這個 ΔH OK 只是裡面稍微有一點點的那個 像的變化 我必須要 拿一個數值來把它抵消掉而已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State Function 它就是這麼好用 所以理論上當然 我只要擁有任何物質 它燃燒熱的 資訊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 反應的ΔH全部解決了對不對 OK 好 聽起來不錯 OK 但是實際上你也知道我們不是這樣做 我們prefer 我們化學家 用另外一組數據 被稱為叫做Standard Enthalpes Affirmation 是一個標準的生成函 但有些時候可能各位過去的時候都叫它叫做標準生成熱 所以如果我過去 我在未來 說標準生成熱的話 請你包含一下 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指那個NFP 好 這是什麼意思 好 這個意思 我們拉回來我們 想要 什麼東西 我們真正的興趣可在 我們真正的興趣在取得一個我們有興趣的一個反應 它的 含的變化 Delta H 但是 問題是當然 我們很不幸的沒有辦法知道 每一個物種 它的含的絕對數值 不然這問題就很簡單 我只要有那個數值的話 我就是簡單的數學處理一下就OK了 加加減減而已 OK 怎麼解決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呢 好 所以 一種簡單的想法 就像剛剛我們在討論燃燒一樣 我們 做一些拆解的動作 剛剛是有點複雜 把它都變成氧化物 但是 另外你可以做一種方式 把它拆成原子 對不對 你把它拆成原子 再把它逗回去對不對 你從左邊你把它拆成原子 道爾頓告訴我們 那是重組嗎 我就把它組回去 譬如說 我也有一個state 到另外一個state 我不是解決這問題嗎 對不對 聽起來比較簡單 OK 好 所以呢 就讓我們去定義 一個叫做標準的 所謂生成函 我們我們用delta HF的零 零 代表了一個standard的狀態 標準狀態 因為狀態必須要搞清楚 不同的狀態 它是狀態函數 所以你狀態如果不搞清楚的話 那你這個數值是沒有意義的 好 所以 這個 我們等一下要稍微說明一下 那 這一個所謂的生成的意義呢 就是這一摩爾的化合物 是從它的元素來生成 就等於說把它拆解成為元素 只不過呢 這個元素 我們必須要標明 它是在一個標準的狀態 標準的狀態 我們先來談標準的狀態 這個標準的狀態 就是在這一個特定的物理狀態裡面 這個物質是最穩定的 所以必須要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所以氫 不是氫的原子 它 必須要是一個最穩定的狀態是什麼 H2 雙原子 然後呢 它的壓力是一個ATM 這是我們的標準 然後在我們有興趣的溫度 我要特別提醒各位 這是一個我們有興趣的溫度 雖然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有興趣的溫度是在25度C 所以標準狀態我們常常說是25度C 但是 並不代表在其他的溫度沒有所謂的標準狀態 所以這個一個ATM是嚴格遵守 但是溫度 雖然不是不一定是25度C 但是我還是可以上面寫一個0 所以這不是那麼嚴格 對溫度的要求不是那麼嚴格 那對於一個在一個大氣壓的 這是外壓 那對於一個氣體而已 它的pressure也是在一個ATM 可以想像我們剛剛提到水的那個反應對不對 那個水一開始冒出來的時候 他against外面的那個一大氣壓 他一定要是自己是一大氣壓 才會跑出來 不然怎麼會跑出來 對不對 好 so 那一個solution的話 它的concentration是一個molar 是一個m 一個liter裡面有 的solution裡面有一個mol 那如果是一個不是solution 而是一個液體 或者是一個固體呢 那就是這個純的液體 或者是個固體 本身 好 如果是元素 那就是它在一大氣壓25度C的時候的那一個狀態 譬如說如果是納的話 那是一個固體 那它就是一個我們的標準狀態 拱 雖然是個金屬但是很少見 它是一個液體 是一個liquid 所以我們今天拱的標準狀態 我們的標準的設定就是它是一個liquid 這就是它的standard state 那不要把STP standard temperature跟pressure 混為一談 在過去的時候你所知道的所謂的STP Temperature是指0度C 這個地方的standard state是另外一個意義 是實驗的意義 我們挑選的是一個大氣壓 普遍的25度C的一個標準 好 拿一個例子來看 把蛋跟雅反映成為NO2 Nitrogen dioxide 這個柿子 它就是一個 nthalpy of formation 這裡看到的這個Q 就是nthalpy of formation 有一個F 因為呢 這就好像是把NO2拆解成為 N2 跟O2就是最基本的 生成的那個單元的那個元素 只不過把這些元素 不是以原子的形態表達 因為這是要做實驗去取得的 我怎麼可能是用一個氮原子 或者是氧原子 我真正做實驗 我當然要求得這個數值 這還是要做實驗 這一定是用氮氣 這一定是用氧氣 這是要符合實驗的原則的 我不是一個虛的東西在那個地方 好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的意思 把NO2想像成為是由這兩個合成的貨 所以叫做formation Formation 這個F 看這個Formation 好像是在前面那頁我們寫 對不對 好 nthalpy of formation 這個Formation的意義就是這樣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element 在它的標準狀態 Nitrogen當然是一個gas form 我們不會是用Nitrogen liquid 作為標準狀態 我們不是拿Oxygen的Liquid 標準狀態 這樣很低很低的這個溫度 我怎麼可能是這樣定呢 不符合實驗的精神嘛 我當然是在25度C啊 25度C是最方便了 Right 這是Standard status 存在的意義 就是用Practical reason OK 好 所以由這兩個生成1mol 每1mol 這通常是1mol permol 就是針對你要生成的東西而已 所以你每一個物質你都可以寫成這樣 就等於是一種拆解 好 這1mol在Standard state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就是Carbon 跟氫跟氧 理論上就可以變成甲醇 這當然要直接做這樣的事情 不會是一件最最容易的事情 這不見得一定是 有些數值當然不見得一定是從實驗裡面得到的 它也有可能是透過一些 剛剛提到的赫斯熱的原則 計算出來 但是它會陈列在一個表格裡面 提供我們XH1 我們可以使用 好 這裡要特別提醒 就是說這個拆解 像這個碳這種東西 拆解成為它的最穩定的 標準狀態的一個 狀態的話是什麼 就是Graphite石墨 石墨 那你 同樣是碳組成 你還有很多東西 比如說 鑽石 但是鑽石的話 它如果從能量上面來看 從Enthalpy上面來看 你會發現 Graphite還是Enthalpy是比較低的 好 就是特別說明一下 如果今天是想碳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OK 那現在我們來看怎麼使用 好不好 好 再一度我們拿一個式子來看 這是一個有氧化學的反應 很重要的燃燒反應 加完Oxygen CO2 H2O 天然氣裡面的一個重要成分 現在這個重要的地球的資源 你知道這個東西可以引起戰爭的 大家知道現在的國際情勢而言 說這個烏克蘭的狀態 其實跟這個天然氣有些關係 對不對 如果有關心這些國際時事 好 重要的反應 好 它的Delta H0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運用這個 這個所謂的Delta HF 在標準狀態 的 數值 那 我剛說過 那在概念上 如果用 Formation來看的話 基本上就等於把甲烷拆解成為碳跟氢 這個要不要拆 不需要拆 它就是Oxygen 這個呢 拆解成為碳跟氧 這個地方拆解成為氢跟氧 所以這邊有的碳氢氧的數目 一定跟右邊的碳氢氧的數目是一模一樣 所以等於說你找到 你利用這種拆解的方法 你從這裡 拉到一個共同有的State 從這個State再拉到這個地方 你就把問題解決 OK 好 So 你擁有的 Enthalpia Formation 列在這個地方 包括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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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有它的嗎 它根本就是它自己 我有什麼叫做生成熱呢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說 我根本不用處理它 偶爾把它視為零 我不知道你的高中老師怎麼跟你講的 反正這就是它自己 從Rxygen變到Rxygen 這就是它的Heat Formation 那怎麼會有 同樣的東西變成同樣的東西 你怎麼會有Enthalp的變化 所以真的很簡單的概念 我們現在來看 甲管的拆成為碳跟氧 二氧化碳拆成為碳跟氧 水拆成為氧跟氧 所以絕對不會太意外 左邊的跟右邊的 你就共同一個基礎 所以 用這樣的一個式來表達它的概念 也就是說 我把甲管拆成為 一末耳的甲管 拆成一末耳的碳 跟兩末耳的氢 Oxygen直接拉過來 二氧化碳 直接拆成為碳 跟一末耳的碳 一末耳的氧 兩個末耳的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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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是這樣過來的 但有什麼關係 我反過來 赫斯熱 State function 反過來就好了 所以我走過來再走回去 這些數值就在這裡 OK 問題變得很簡單 對不對 好 這地方過來的多少 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 這裡看到是從這裡過去的 所以 是它的 反向 75 75 單位我沒寫 就是氧化碳 就是氧化碳 OK 這裡 要不要變 兩末耳的氧 兩末耳的氧 當然是零嘛 好 處理跟沒處理一樣 好 這裡呢 我要回去 還回去剛好就是一個生成日了 對不對 只要注意一下末耳數 這繼續一末耳加上 Oxygen 不是就直接來啊 -394 那這個過去呢 就要兩倍 所以你把-286乘上2 然後把這個全部加起來 不是嗎 Alright 因為這個數字是對應的這個方向的 全部加起來 不是就出來了 OK 但是讓我們用這個代號來寫 75是什麼 是這個的負值 負的ΔHF0的 加完的 這個不去處理 我就不寫了 去加上 什麼東西 這個-394 就是這個ΔHF0 CO2 然後去加上 加上這個 是什麼 是兩倍的 是兩倍的 兩倍的這個ΔHF0 F0 是水的 好 就這麼簡單 你來看看 我把這個式子 做一點點的整合 寫成這樣一個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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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所有產物的 归在一起 CO2的生成寒 水的生成寒 然後去扣掉 假碗的生成寒 對不對 這個數學看起來很簡單 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是 如果今天我擁有ΔHF0 各個物質的ΔHF0 我實際上可以取得在標準狀態的 這一個反應的 ENTHOP的變化 怎麼取得 就是直接的這一個 所有的PRODUTS的生成热去乘上 那個式子裡面那個前面的那個系數 就是那個摩爾樹 就是所有的PRODUTS的 這個ENTHOP的Formation 這核去扣掉你的起始物的 ENTHOP的Formation 去乘上它的那個摩爾樹 來的那個核 OK 那你當然注意到那些 反正那個Oxygen的元素 本來就在元素上 你都不用去管它 就變成這麼簡單的一個式子 這個式子你會發現 它非常的符合我們的 什麼樣的直覺 什麼樣的直覺呢 我特別我這個slide 我後來覺得 我可能把這個 前面我看到那個式子 再拉進來 你會發現 他們長得好像 對不對 從定義上面來看 不是ΔH 就是所有的產物的ENTHOP的核 去扣掉你的起始物的ENTHOP的核嗎 我不是就是這樣說的嗎 就是按照定義來的 那你還看這兩個式子 多麼的相像 這就是我所謂的直覺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你在高中的時候 你就在學 因為用的好愉快 因為他們的式子就很 就是很符合你對於這個 所謂的能量的那個想法 就是它的核 扣掉它的核 只不過在這裡 注意到 它其實是一個Delta 在這裡多了 唯一跟這個式子的差別 就是多了一個Delta 但是它同樣的概念可以知道 好 回來 我請各位做一個 習提 想想看 我們前面也看到 我可以用另外一方法來做 什麼方法 氧化熱 對不對 你用氧化熱來做 類似概念的處理 看看你列出來那個式子 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來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沒有去用氧化熱來做 這樣子一個標準 而是比較喜歡用一個生成的熱 來想想看這個問題 好嗎 好 應該是有趣的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你看我們一個例子 好 我們這一個equation 這一個equation 我知道它的生成熱是-46 這是一個元素鈦 不用處理 這個的生成熱34 這個地方水的生成熱-286 注意到單位 是permol 所以你當然你在做整個的處理 前面的係數要放進去 所以很簡單 把這個地方的生成熱乘上6 所以你的他真的成了4 去扣掉這邊的 副的4的 是非的他 這個數學故事變得好easy so easy 而且完全符合我們的實覺 好 很輕易的 我只要擁有這些 可以從表格裡面取得的 普遍的一些普化的書 有機的書裡面 你大概都可以找到 不然的話你可以 拿一個所謂的CRC handbook For Chemists and Physics 的一個工具書裡面 就一個很大的表格裡面 大家可以查到各種各樣的東西 就是.hf OK 好 但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雖然是各位過去 在高中的時候處理過的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們在大學裡面 我們在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態之下 我們能夠去理解這些東西存在 它背後的意義在哪裡 OK 這才是我們今天大學普化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學到的東西 我們還有兩三分鐘 我們看看各位有沒有什麼 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你要問的 OK 好 那 我會回去看一看 這個 看一看這個章節是不是有需要 做實體點鍊 我會再看一看 如果我不太覺得是那麼嚴重的話 我可能會等到現在第17章交完以後 再做一次的洗機的處理 不過有可能我再跟助教聯繫 如果我們舉辦的話 我們可能在禮拜五做一次 下禮拜五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17章架構一點點的想法 這個章節在談一個事情 叫做spontaneity 這個字 這個字 是所謂的自發的意思 這個spontaneity 自發的意思 一個自發性的反應 話語家對於他非常有興趣 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要去架構另外一個新的熱力學參數 叫做entropy 以及更進一步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熱力學參數 叫做free energy 自由能 因為它是跟熱是相關的 也因此我覺得最適合的 其實就是在我們談完第六章 跟熱相關的知識之後 即刻的把第17章引進來 把它變成是一個整體的東西 我覺得在概念上會比較清楚 好 對於化學家而言 我們非常有興趣的要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一個特定的一個process它會發生 我要聽一下大家對於這一個問題的一個意見 你的直覺會是什麼 有沒有人願意舉手 告訴我為什麼一個process它會 沒有辦法控制它就自動的發聲 有沒有人 下課鈴聲響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想 只好把這個問題帶回去 大家稍微想想看 看下課課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這樣一個 給我一個好的想法 好嗎 直覺的想法 我不是說你一定要一個正確的答案 你的直覺會是什麼 好不好 OK 我們下課 文字幕繁榮